我們來一杯明鏡正道的選獎 引用勝貨取善 我們來看今天的正道經文 《帝王祭善》第十九章 一到十八節 《帝王祭善》第十九章 公用《聖經》十百四十七頁 《帝王祭善》第十九章 一到十八節 雅哈將以利亞一切所行的 而她用刀煞眾先知的事都告訴耶席 耶席就差遣人去見以利亞 告訴她說 明日約在這時候 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樣 願神明重重地降伐於我 以利亞見著光景就起來逃命 到了猶大的耶斯巴 將苦人留在那裡 自己在曠野走了一天的路程 來到一棵羅藤樹下 就坐在那裡熟死 說 《耶帕王祭善》 求你取我的性命 因為我不剩於我的業主 她就躺在羅藤樹下睡著了 有一個天使拍她說 起來吃吧 她觀看頭旁有一瓶水 和炭火燒的餅 她就吃了喝了 仍然躺下 耶和華的使者第二次來拍她說 起來吃吧 因為你當走的路甚遠 她就起來吃了喝了 張座著飲食得力 走了四十周夜 到了上帝的山 就是河列山 她在那裡進了一個洞 就住在洞中 耶和華的話 临到她說 《以利亞》 你在這裡做什麼 她說 我為萬君 我為耶和華萬君之上帝 大發這心 因為以色列 背棄了你的業 毀壞了你的堂 用刀殺了你的先知 只剩下我一個人 他們還要尋溯我的命 耶和華說 你出來 站在山上 在我面前 那時 耶和華從那裡經過 在她面前有列風大作 崩山碎時 耶和華卻不在風中 風後有地震 耶和華卻不在其中 地震後有火 耶和華也不在火中 火候有微小的聲音 以利亞聽見 就用外衣蒙上眼出來 站在洞口 有聲音向她說 以利亞 你在這裡做什麼 她說 我為耶和華萬君之上帝 大發這心 因為以色列人 背棄了你的業 毀壞了你的壇 用刀殺了你的先知 只剩下我一個人 他們還要尋溯我的命 耶和華對她說 你回去 從曠野往大馬社去 到了那裡 就要告哈希 以色列為亞蘭王 又告明世的孫子 耶和做以色列王 並告亞伯爾米拉 亞伯爾米荷拉人 殺法的兒子 以利沙做先知 是借悉你 將來 我必哈謝之刀的 必被耶護所殺 我必耶護之刀的 必被以利沙所殺 但我在以色列中 為自己留下七千人 是未曾向巴力欺席的 未曾以巴力欺席的 我們這時就請林法大為者大 謝謝醫生 我們讀經文 讓我們再一次做個禱告 天父主 我們在慈祥圖先生 感謝 各位您慈祥你的話語 來教導我們每日的生活 今天早上在這裡的時候 請請您不斷地來關照 讓我們聽到你要我們聽到的信息 高峰靠主耶穌聖明所祈求的 Ment 曾經新聞有超幾年前 有這樣的一個報導 這個報導是有關英國的學校 它的標題是 Happy Lessons for School 什麼意思呢 這篇報導當中就提到 有一位政府的這個Advisor 他的顧問 就建議學校的課程 要設一個課程叫做 快樂課程 快樂課程 什麼是快樂課程呢 為什麼需要這個課程呢 這課程是教導學生 怎麼樣子去處理他們的情緒 在工作上 在金錢上 要常常保持一個快樂的態度 就是要教他們 他們常常 心中會有負面的情緒 怎麼樣子去處理 為什麼有這樣的一個需要呢 原來在英國12歲 12歲 12歲以下的孩童當中 大概有百分 100個人當中有兩個 10%的學生患有憂鬱症 12歲以下 2%有憂鬱症 中學當中 100個當中就有五位 100位當中就有五位 犯憂鬱症 所以他們希望可以設立這些課程 幫助學生面對 或者是勝過一些沮喪的情緒 其實很真實的不愉快的事情發生 當然就會導致不愉快的心情 當這些的心情情緒沒有被處理的時候呢 就很容易導致有一個沮喪的心情 就是很depress 常常我們有聽到 學生或者孩子說很depress 這些沮喪的心情 若是嚴重或者長久沒有處理的話 就會導致一個症狀叫做憂鬱 就比較嚴重的 當然有人稱說沮喪 它好像是一種的感冒 是情緒上的感冒 感冒是每個人都會有的 都會遇到的 每個人偶爾都會得到感冒 包括基督徒 甚至這種情緒的感冒 聖經當中告訴我們 連偉大的先知都得了 偉大的先知也會有沮喪的感冒 今天早上我們讀的這個 伊利亞就是這樣的一個例子 她也面對沮喪 當然我們不知道憂鬱症的原因 很多時候是不同的原因引起的 包括沒有處理的 我剛才說沒有處理的情緒 也包括一些的哀傷 有些人失去家人親人之後 會有一段時間的沮喪 憂鬱 有的時候是因為壓力 種種的壓力 三次來的壓力 工作壓力 血液壓力 有的時候是一些的罪惡感 被弃絕恐懼或者孤獨 憤怒都會導致一些沮喪的情緒出現 這些情緒的引起跟一個人的情感 他的思想都有關係 那麼華里克穆斯他在 他的一本著作當中就分析出 這個伊利亞 我們今天讀的伊利亞 他犯了四個心理的毛病 那麼這個心理的毛病 問題就導致他沮喪 所以這是我們今天早上要看 伊利亞為什麼他會這麼沮喪 他剛剛經歷神的大人 為什麼他會這麼沮喪 我們將會看 這個四個錯誤的思想 從頭學習 那麼我們也會看上帝 怎樣的医治了他 那麼在進入這個課題之前呢 我們先來認識一下伊利亞是誰 有些人比較少讀到救援聖經 所以對伊利亞這個先知 這個人物可能認識的比較少 所以讓我很快的說一說 伊利亞他是一個救援的先知 先知是誰呢 先知就是在救援時代 因為沒有聖經 因為沒有聖經的同在 所以常常上帝有什麼話 要告訴百姓的話就要透過先知 先知得到訊息之後 就跟他的神的子民來分享 神的子民就透過先知 就會知道神的心意 有的時候呢 他們不停從神去敬拜別人 那麼先知也會來責備他們 叫他們要離開拜偶像的生活 所以這是以色列的時代 先知是給警告 也從神的話 有的時候給安慰 不過在伊利亞的這個時代呢 當時的人很多人都犯罪 很多人就離開神去拜別人 這包括他們的王 也在拜偶像 在拜別的生活 所以上帝透過伊利亞先知呢 就給他們發出一些的警告 而且伊利亞是很勇敢的到王的面前說 你做錯了 然後叫他改 如果你不虧改的話 上帝會懲罰你 然後會有悍哉等等 他就是這樣這麼勇敢 上帝要他說什麼 他就直接跟這個王來說 當時的王是雅浩王 雅浩王 雅浩王呢 他娶了一個太太叫做耶喜別 耶喜別是澎拜的王后 除了帶領雅浩王去拜別的偶像 他還做了很多的事情 如果讀這個聖王的祭賞 這幾章 十七到二十一章左右 就會看到他做的一些的事情 那麼這雅浩王因為被王后影響了 所以就去帶國家 帶領百姓去拜一個偶像 叫做巴黎神 巴黎神 所以在這時候 上帝透過伊利亞 給警告給警告 他不聽 所以上帝就懲罰了以色列人 怎麼樣懲罰呢 天就沒有下雨了 就有汗災 那麼 時間差不多到的時候 應該上帝說 這樣子的情況會持續三年 時間到的時候 上帝就允許伊利亞 和巴黎的先知來一個比賽 看看誰比較厲害 到底誰是真神 所以他們要比賽看到底 誰的神有能力降雨 那麼伊利亞呢 就這樣子告訴這個雅浩王 巴黎的這些的 巴黎的這些先知都叫來 要一起的跟他們有一個角力 就是在這個加密山上 有這樣的一個 比賽 就看看誰的神比較厲害 當然伊利亞的神呢 是真神 就是耶和華上帝 伊利亞跟神祷告之後呢 就大顯能力 在這個山上的事情呢 大家要自己看 在這裡講的話會講很久 基本上就是伊利亞要巴黎神 拜巴黎的這些人 他們的先知 先祭的時候 叫他們的神降火 他們喊了一天沒有火降下來 那麼當伊利亞上來的時候呢 他還叫其他的人說 你把更多的水浇在這個祭壇上 在這個過程之後呢 這個都是四次的祭物之下呢 他在祷告神就這樣想說 把這些祭物都少掉了 所以就看到伊利亞所敬拜的神 是何等的偉大充滿能力 那麼你在想 伊利亞他遇到這樣的一件事情之後 應該是對神充滿信心 因為他剛剛祷告神 上帝就降火把這些祭物都燒掉 然後還有一件事情就是 在這個之後呢 伊利亞就祷告神祷告神 祈求神降雨 那麼真的過了不久雨就降下來 所以你在想他經歷了 這麼大有能力的神 應該是對神充滿信心 但是很奇怪的是 這件事發生之後 我們就看到 伊利亞竟然拋下她的仆人 自己跑到旷野去 而且她的心情是怎麼樣 她是很愁苦的 她是很沮喪的 為什麼我們會知道呢 經文當中我們讀到第四節 伊利亞他來到一棵的羅藤樹下 她就坐在那邊祷告 她是她的祷告是怎麼樣的 她是求死啊 佼華神啊 算了吧 求你取我的性命 因為我不勝於我的業主 意思是什麼 上帝啊算了吧 你讓我死吧 蛤 為什麼她會有這樣的反應呢 為什麼她這樣的沮喪呢 原來 讓我分析一下 伊利亞在這個時候 她已經精疲力盡了 她心意昭罪 所以就在她精疲力盡的時候 她聽到一些威脅的話 她聽到一些威脅的話 這些話是從耶喜別來的 她在這個時候很疲憊的時候 不能再理智的思考 她聽到這些威脅的話 她就想到了 她就想到了 所以什麼事情讓她感到這麼的沮喪呢 引發世界就是耶喜別所說的那一番話 耶喜別這皇后 皇后所說的那一番話 我們來看一下經文 就在加密山那件事情之後呢 耶喜別她被打敗了 我們知道她沒有贏 那麼第二節她就說到 耶喜別差遣人去見伊利亞 她派一個仆人去見伊利亞 然後跟伊利亞說 明天這個時候 我若不死你的性命 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樣 願神明重重的這樣罰於我 什麼意思呢 明天這個時候 我看你不會死啊 猜怪 明天這個時候 你必定死 伊利亞她在這個時候 聽到這樣的話 就嚇到了 第三節說 她看見這觀景就起來逃命 她聽進去的話 她聽進去了 然後她就逃命 到猶大的別市吧 然後把土人留在那個地方 自己再到寬野去 為什麼伊利亞逃跑 她跑是因為她怕 我們知道她在這裡是怕死 因為被危險 相信她這個時候 心中也充滿各種各樣的情緒 她跑了之後 也許 我們可以想像 也許她開始跑了之後 就開始責備自己 我為什麼這麼當小 我不應該這麼害怕 然後一些矛盾的心情就會出現 之後就會開始沮喪 才跟神說 算了吧 讓我死好吧 看起來 伊利亞跟我們也很相像 雖然她是個偉大的聖經人物 但是她跟我們很相像 遇到困難的時候 不管之前已經經歷到神多麼大的能力 見證神的大能 還是會退縮 還是會沮喪 也是當我讀到伊利亞這一個故事 說得到安慰 上帝把很真實的人物放在聖經當中 讓我們可以看到 原來我也是正常的 那麼我們當然從中 我們要學習 看看她怎麼勝過 上帝怎樣幫助她 那麼我們也可以不放同樣的腦力 也可以勝過 好我們繼續來看 伊利亞為什麼會這麼沮喪呢 她犯了四個心以上的毛病 首先她注意自己的感覺 而非事實 她注重自己的感覺 她只注意到自己的感受 她沒有看到事實是什麼 經文告訴我們 雅哈加伊利亞一切所形 和她刀殺重心死的事情 都告訴耶錫迪的時候 耶錫迪恐嚇她 她就死了 然後伊利亞就坐在這個 國城樹下求死 所以信心剛被耶和華薩 被建立起來的這個伊利亞 竟然這麼快就失去勇氣 她聽到耶錫迪這些 威脅的話的時候 她怕了 她跑了 她覺得這是她的感覺 她感覺她很失敗 伊利亞就認為 她是一個失敗的限制 為什麼我們知道 她說她比不上其他的限制 所以這是她當時的感覺 她覺得她失敗了 比不上其他的限制 所以感覺常常是被騙人 感覺常常是不可靠的 譬如說有的時候我們會做一些事情 然後失敗了 學生可能就有一些經歷 考試失敗了 然後 如果在學業上不能榮耀神的時候 我們就會越想越多 就懷疑 我竟然失敗了 上帝是否還會使用我 我是否完全失去了見證 其實有的時候 失敗的過程是給我們一些的教訓 給我們一些提醒 而不是就是認定說你的人生是失敗的 我記得我在大學第三年的 第一個學期的一個考試當中 有一個科目 就是一 semester 半學學手考試 一個科目 差幾分不及格 這是我第一次在大學 考試不及格 然後 那一次的經歷告訴我什麼 那一次經歷之後呢 我就很努力讀書 不想讀也要把自己 綁在沒有綁 就是 逼自己坐在椅子上 坐紙旁邊 讀 看 那些的文章 書本 等等 那一次的經歷之後 我其實才知道什麼叫讀書 原來以前都不是很認真 可以過就過 就 及格不是太難的事情 沒有拿很高分 但是都可以及格 但是那一次的經歷之後 我就知道 看到我讀書不夠認真 然後 我的態度不對 得過且過就好 所以 就在那個時候呢 我才知道什麼是讀書 什麼是下功夫 很努力的去讀書 所以我感覺我很失敗 但它其實是一個的經驗 是一個經歷 學習認真讀書的一個經驗 所以每一個的經歷是要教導我們一些的功課 成長 幫助我們成長 所以一次的失敗不代表我們是一個失敗者 失敗者 但是有的時候我們會這樣子的感覺 但是感覺永遠不是真實的 感覺也不等於事實 常常是不可靠的 這是我們要記得的 伊利亞因為感覺到自己失敗 所以就認定自己失敗 他沒有看到事實 耶和華已經做的 或者神怎麼樣使用它 榮耀了神的彰顯 他沒有看到 所以我們很多時候如果有一些的負面的情緒 或者思想來的時候呢 我們需要去發覺 我們需要去了解 這些負面的感受是從哪裡來的 同時我們要將這些的感受 發洩出來 表達出來 這是需要神的引導 聖靈的光照 很多時候需要聖靈的光照 我們才可以看到這一些的負面的情緒 跟感受的來源在哪裡 然後以神的話 與真理去面對 畢竟聖經說真理是我們的自由 讓我們看到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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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可以真正的得到釋放 所以功課是什麼呢 功課就是要注意事實 而非自己的感受 你們要注意事實是什麼 而非自己的感受 好 第二個 以利亞所犯的毛病是什麼呢 他拿自己和別人比较 他說神啊 算了吧 求你取我的性命 我不勝於我的列主 他說我不勝於我的列主 我們不知道 他跟他哪一位的之前的一些的 列主先知 神所使用的仆人來比較 也許是摩西多 他帶領了千萬人出埃及 也許是善我 他帶領這麼多的國王 跟從神的道路 然後他竟然失敗了 這個雅哈丸 他給他很多警告 也沒有辦法 他給百姓很多警告 都沒有改變 其實很容易 我們像以利亞家 很喜歡把自己的成績 來跟別人來比較 事業的成績 事奉的成績 常常忘了 上帝給我們的恩賜 各有不同 在每個人身上的旨意 各有不同 別人的短處 可能是我們的坦長的 我們的長處等等 我們是要彼此 彼此的來配搭 但是很多時候 我們會去比較 一比較之後呢 當然心情就不好啦 不知道你們有 有沒有跟大家分享 我覺得我 有跟大家分享過 一個經歷 這是很 我一直會記得的 就是在大學的時候 在大學的時候 考試 成績有的時候 是貼在那個 Lecturer 老師的 他的辦公室外面的 一個布告板上 於是我就去看 很怕不及格 看到我的名字 後面是C 我們那時候是A,B,C 不是Creddit的C C是剛剛 你Pass就是C 喔!C! 我及格了 很開心 然後再去看一下 我同學 後我看了B,B加A姐 心裡開始不平衡 覺得 哎呀 我實在是很笨 立刻就很沮喪 所以這是我們的問題 就是喜歡跟人家比較 他們看到別人比較好 看到別人有比較好的待遇 他們的工作 又輕鬆 工錢又高 就覺得自己命不好 上帝可能不愛我 甚至有些人會這樣 跟這種的想法 所以不要跟人家比較 另外我們會掉入的一個陷阱 就是給自己貼一些表情 比如說什麼 比如說 有些人會說 哎呀 我做了一件事情 失敗了 我真的是一事無成 就把自己認定是 做錯了一件事情之後 就一事無成 其實不應該是這麼說 應該是說 哎呀 我做錯了一件事情 下次會做得更好 下次會改進 而不是就認定自己 一事無成 有的時候 我們 不說 哎呀 我很趕 趕時間 把正式包 給忘了 放在家裡 反而我們會給自己 貼標籤說 哎呀 我是大頭下 什麼都做不好 大家有聽過大頭下嗎 就是很冷 就是很懵懵懂懂 總是忘記事情 有的時候我們不說 哎我吃東西沒有自知 我要改變 決心要改變 我們有的時候 喜歡給自己貼標籤 哎呀 反正我是豬啦 越吃越胖 這是給自己貼標籤 這是我們不應該做的事情 所以這些是陷阱 我們常常對自己很苛刻 所以要對自己好一點 不要拿自己來跟別人比較 也不要給自己貼標籤 這樣子的話 我們會越來越沮喪 好以利亞所犯的第三個錯誤是什麼呢 他對一些負面的事件 他覺得都是他自己的責任 他當起不實的責備 就是對自己 應該是責備或者是責任 實際上不是他犯的錯 但是他卻覺得是他 問題在於他 第十節他說 我為耶和華萬君之神 大發熱心 因為以色列人被欺人的約 毀壞了你的堂 用刀殺人的先知 意思是什麼呢 我很努力的工作三年了 可是這些人 不但沒有離奇偶像 沒有親近你 他們也沒有認定 主你是神 我是先知 可是我做的工作都失敗了 我做得很累了 但是他們還是我行我素 所以這是 是伊利亞他把責任都放在他自己的身上 在沮喪當中 他責備自己 不能改變這些的 以色列國的百姓 他把責任都推在自己的身上 所以第三個造成沮喪錯誤 就是當起不實的責備 他當當的 他不應該當的責任 那麼我們很多時候也砍了很多神 沒有要我們砍的責任 比如說你要幫助一個人 可是他沒有照你的方式來回應你 你就覺得說責任在於你 比如說你希望你的孩子 或者是你小組的組員 可以更加的追求神的話語 可以更深入的來查考聖經 可以更晉升自己的靈命 所以你給他們查經材料 你給他們領修書籍 你給他們聖經活動 但是始終他們不願意花時間 來閱讀聖經的話語 然後你就認為自己失敗了嗎 很多時候我們會這麼很容易 這麼認為覺得是自己沒有做到 可是很多時候選擇在於人 選擇在於人 神給每個人自有一支 我們不應該為他別人的決定 來承擔是我的責任 一些的決定是在於別人 尤其是你如果帶孩子的話 孩子已經長大了 他所選擇的事情 他要負起責任 不要把全部責任都放在自己的身上 同樣的在教會當中 弟兄姐妹小組的組員 或者是團體的器友 你要他們靈命成長 神命來成長 他們也要負起責任 他們也要每一天的來清精神 他們要每一天的靈修 他們要自己去追求神的話語 我們不需要認為說 我這個當主席的很失敗 我做了主席三年 弟兄姐妹裡面沒有成長 當我們這樣子講的時候 我們就跟以利亞一樣的 把不屬於自己的責任就砍起來 很多時候不是神要 神沒有要我們砍這些的責任 因為追求是人的責任 同時改變人心的是神的工作 聖靈改變人心 可是我們很多時候心很急 認為只要我們說一兩句話 或者做什麼樣的舉動 他就會改變 我們就太看重自己 當然意思不是說我們不去鼓勵 不去做 神還是要使用我們去鼓勵 去做提醒的工作 但是最終要做出改變的是神他自己 他勝利在一個人的工作 還有那個人自己願意付出多少 所以很多時候 不要被很多的黑鍋 不屬於自己的責任就不要砍 我們要認識到自己的有限 只有神是當然 所以我們要依靠神 第四個錯誤 這個利亞所犯的錯誤就是 他把這個負面誇大了 他負面的情況誇大了 第十節說 只剩下我一個人了 他們還要我的命 都沒有其他限制了 只剩下我了 然後他們還要我的命 感覺是每個人都要我的命 其實 不是每個人都要利亞的命 也不是只有他剩下他一個人 其實只有一個人跟以利亞作對 就是耶西比的王后 當然亞哈王是挺他的 然後他的威脅 其實也是虛不其事的 如果這個王后耶西比真的要殺以利亞的話 你說他需要派一個人去警告他嗎? 不需要 就派一個人去把他殺了就好了 對嗎?沒有想 因為那時候他不能想 所以他那時候太害怕 而且因為之前經過的一些的情況 所以他已經不能夠靜下心來思考 也不能夠靜下心來衡量 因為他想這個耶西比所說的話 到底真不真實 所以他跑了 所以人在沮喪的時候 人在沮喪的時候 是很容易把問題 把事情 把這個負面的事情 誇得很大 誇這個問題 大得不得了 不能走出去 很慘呀 沒有希望了 世界末日了 有的時候會覺得 這世界就是這樣子結束了 但實際上 我們從經文看到 伊利亞不是唯一對神中心的先知 但是還有多少個先知 是他看不到 因為神把他們藏起來 上帝說 他藏了七千位 七千位 所以還有七千位 從未曾向巴利叙息的 未曾於巴利親嘴的先知 就是還沒有拜巴利的先知 還有七千跟神保守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 如果感覺到疲憊的話 沮喪的話 會把問題患得很大 有的時候我們會聽到 這樣子的說話 有一個姐妹 在很沮喪的時候 這樣子說 為什麼教會都沒有人失望 為什麼什麼事情都要我去做 一個人累的時候 這是我們會聽到的 甚至自己有說過 可能他希望祖元可以多付出一點點 倡與事奉 但是事實的確好像 他的小組的弟兄姐妹 還在學習當中 還在成長的階段 還不成熟的階段 所以還在學習 有些事情上不願付出 所以這位姐妹 他事奉的心被影響了 因為他沒有看到 他希望有發生的事情 就是祖元每一個人都很全力的去服事 實際上教會裡面 已經有很多弟兄姐妹 一起的來服事 可是他也看不到 覺得一切都是我 就是要靠我這樣子的感受 其實實際上 這姐妹 她已經給她的祖元們 立下很好的榜樣 她們已經在很小事情上 開始學習付出 付出 開始學習 服事 但是人在取善的時候 很容易 很容易就把負面的這個情況 誇大 事情沒有這麼糟糕 但是他看得很糟糕 所以我們要學習的功課 是什麼呢 就是不誇負面 不誇這個負面的情況 那麼我們看到 以利亞犯了這四個毛病 但是上帝怎麼醫治他呢 從這經文看到 上帝醫治了以利亞 他帶領以利亞走出 然後勝過這個取善的情況 他很快的進入我們看到 但是神也把他引出來 從經文我們發現 在整個的過程當中 上帝沒有做一件事情 在整個過程當中 上帝沒有責備以利亞 有沒有看到 上帝沒有責備以利亞 上帝怎麼做 他供應以利亞基本身體上的需要 首先上帝為以利亞預備食物 有水 有餅 上帝派一個天使來陪伴以利亞 提醒以利亞 你是不孤單的 上帝透過兩次喔 兩次透過這個天使來鼓勵以利亞 給他東西喝給他東西吃 然後讓他睡 然後讓他一直睡 他睡很久喔 因為他需要休息 所以這樣子的話呢 他就可以恢復體力 也可以重新得力 因為以利亞在沮喪的時候 他英文講hungry angry lonely 他也英文有個字H-A-L-T H-A-L-T H-A-L-T的意思就是停 POP就是停 所以在這時候 他激樂因為他停止進食 他憤怒 他感到agry很生氣 因為他抱怨神不照顧他 他像神發怒 他也感到lony孤獨 他遠離他的苦人 他獨自的前行 然後他看到疲憊 體力崩潰 沉沉入睡 任何人在這時候 感受到這些 強烈的組合特徵的時候 就是當一個人感到很餓 很生氣 然後很孤單 然後又很累的時候 在這個時候 一個人的心是比較脆弱的 容易脆弱 然後繼續發展的話 就會變成憂鬱症 就會發生 發展為某些形式的 這個流域症 所以身心靈疲憊 人容易屈喪 這樣子的話 我們需要注意的 如果覺得自己很屈喪 要注意就是 健康上的需要是重要的 健康上的補助是很重要的 比如說飲食要好 睡眠要好 要有運動 要有休息 要有放鬆的時間 要有旅遊的時間 就算是 學生們面對考試 很多功課要趕 你覺得你是做不完 很多考試要讀 你覺得你沒有時間讀 都要照顧好自己的身體 要吃得對 要喝水 要有足夠的睡眠 不要每一天只睡兩個小時 然後一個禮拜不睡覺 肯定會崩潰 肯定會崩潰 然後要有給自己時間運動 可能需要出去打打球 上上步走路放輕鬆 這些都是很重要的 上帝也會供應我們這些 的基本的需要 問題是我們要不要接受 所以 上帝怎麼樣醫治 伊利亞 他供應了他基本身體的需要 上帝也引導霸助伊利亞 可以倾訴他心中的感受 神引導伊利亞 將自己所有的感受都說出來 在這樣的過程當中 我們看到伊利亞 就把他的挫折交給了神 說出來的時候 就開始把這樣的一個感受 一些的挫折感交給神 我們看到伊利亞 在這個時候 他到了一個地方 他就進了一個洞 在那裡過夜 耶和華的話 就在這個時候 臨到他 神問他 基本上神問他 伊利亞 你在這裡做什麼 伊利亞 你在這裡做什麼 意思是什麼 他在引導伊利亞 把心中的感受發洩出來 伊利亞他怎麼回答 他說我為耶和華萬君之神 大發熱心 我很無力的 可是一些人 還是被欺人的約 毀壞人的堂 跟刀殺人的先知 現在剩下我一個人 他們還要我的命 所以神引導伊利亞 把他心中的感受都說出來 很真實的感受都說出來 我們看到他有害怕 我們看到他有用恨 什麼受過了 然後我們看到他貶定自己 他有罪惡感 他很生氣 工作沒有國效 然後他也很寂寞 只剩下我一個人了 他也擔憂自己的生命的危險 所以神讓他盡情的傾途 他心中一些的感受 讓他講 讓他講 其實這是神要我們做 當我們心中有任何情緒 負面的感受的時候 上帝要我們很坦誠 來到他面前 叫我們心中的感受 跟他說 我們不需要在神面前 戴個假面具 我們不需要在神面前 來隱藏自己的感受 生氣就生氣說 跟神說 我很生氣 我很失望 我要哭了 等等 其實聖經當中有很多 這樣子的例子 以利亞是一個例子 但是詩篇有更多這樣子的例子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詩篇 詩人說 要等到幾時呢 要等到幾時呢 我才可以脫離我現在的狀況 詩篇的前面幾篇 第六篇 第二第三篇 就很多次自己出現 我要等到幾時呢 很坦白的跟神講 詩篇這十篇 在患難的時候 這個詩人混神 在患難的時候 為什麼隱藏起來呢 我很苦的時候 你為什麼躲起來 我找不到你 這是很坦白的跟神講 他心中的感受 然後詩篇七三天 為什麼你讓這些惡人得逞 很坦白的感受跟神來講 所以這是我們要學習詩人的 當我們把心中的感受 負面感受 清楚之後呢 神也會幫助我們 慢慢把這個 目光眼目 轉移到神的身上 很多時候我們讀詩篇的話 你會看到 當他們向神發現之後呢 他們最終會說什麼 耶和華是慈愛的 耶和華是偉大的 神你是大能的 等等 就是看到 神是因為怎麼樣的神 所以這次我們需要學習 在思想上的改變 學習在思想上 來改變 以致我們的情緒 不受負面的 這個思想影響 而是讓正面的思想 影響我們的情緒 那麼有的時候是需要刻意 出的清楚 跟神說出我們心中的感受 我們也要刻意將我們的思想 從負面轉到正面 菲利比書有很好的例子 這星期我們出城的查經 就剛剛好提到這個經文 菲利比書第四章 當保羅告訴信徒們 要常常喜樂之後 然後又要說什麼 要祷告 將一切交托神之後 他有說我們的思想 要往哪一方面來想 菲利比書第四節 這個保羅就說 凡事真實的、可敬的、公義的、清潔的、可愛的、有美名的 若有什麼德行、若有什麼稱讚 這些事你們都要試練 就是把思想放在一些正面的事情上 然後保羅自己說什麼呢 一姐他說 我並不是因為缺乏說這話 無論在什麼樣的情況呢 都可以自足 這是我已經學會的 我知道怎樣處配件 我也知道怎樣處豐富或飽足或飢餓或有餘或缺乏 隨時隨在我都得了一卷 他已經看透了 那麼他怎麼樣可以做到這一些 就是把思想放在正面的事情上 然後又可以對自己的生活、對自己的遭遇 還可以得到一個 還可以感覺得到知足 這就是為什麼他在第四章十三節說 我靠勸那家給我力量的方式都能做 我靠勸那家給我力量的方式都能做 所以我要做什麼神給我力量我必定做得到 但是這裡的經文主要提到 尤其是在思想上我們覺得勝不過的時候 上帝給我們力量勝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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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們很多時候經歷到一些事情 讓我們很沮喪的時候 記得這幾個經文 把思想經歷在正面的事情上 看那些好的 什麼可敬的、公義的、清潔的事情上 然後看到神的作為 然後靠著神的力量 我們就知道我們做得到 其實思想上的那個掙扎是最難克服的 但是保羅竟然說 靠著神給我的力量 我什麼都能做 就是在這個思想的最大的掙扎上 可以勝利 好,接下來呢 上帝也幫助伊利亞 重新的認識了他自己 重新認識神自己 讓他經歷到神的同在 十一節是說 神叫伊利亞 你出來站在山上 我在前面 就在這個時候 有裂風 有奔山碎石 偏偏很大增 可是呢 耶和華不在一個風中 那麼風吹過之後呢 哇大地震 可是呢 上帝也不在地震 地震之後還有大火 經文說耶和華也不在火中 那麼火後呢 有一個非常微小的聲音 非常微小的聲音 就在這個時候 伊利亞她聽見了 然後她用外音蒙上她的臉 就走出來 站在洞口 因為她知道 這是主 這是神 她這時候 經歷到神 她在這個時候 經歷到神 跟之前的經歷是不一樣的 之前在加密山的經歷是 轟轟烈烈的 哇 有大火來 秋火就有火 秋雨就有雨 但是在這裡 她再次的認識到神 神以微小的聲音 向伊利亞說話 神以微小的聲音 提醒伊利亞 我還是在這裡 還是陪伴著你 伊利亞需要的是 再次把她的眼目轉向前 再次依靠神的大能 神的力量 而不是靠自己的能力 今天你如果覺得你的心 你的神很遠 聽不到神的聲音 不凡到一個比較安靜的地方 也許是公園 也許是河邊 海邊等等 到教外 坐下來安靜的 當獨得以神來親近 獨神的懷疑 讓神的愛來充滿你的心 讓神再次向你說話 讓神祂自己來滿足你心中 一切的需要 也讓你再次感受到祂的同在 很多時候我們需要刻意的 尤其是有一些的經歷之後 回到神面前 然後思考一下 在這個過程當中 你認識了神 新的 有什麼新的體會 有新的經歷 神在你生命的工作 我們需要重新認識 神在我們生命 祂有什麼同在 我們也需要最後 讓神來指引 生命的新方向 所以 正過沮喪的第四個方法 就是讓神來指引 生命的新方向 神告訴以利亞 你回去 從跨越回到大馬士革去 到了那裡 就要怎樣怎樣 又要怎樣怎樣 神給以利亞新的肉 然後他派他回去工作 所以聖父舉上一個方法 一個方法 就是停止自己在那裡 哎呀我很可憐啊 我很慘啊 怎麼辦啊 我要死了 不是停留在那個地方 而是將眼光從自己身上 轉到別人的需要 然後在服事裡面 繼續借助人的生命 付出關懷 然後神借助裡面 赦福給他們 很多時候 上帝是這樣子 幫助我們走出 勝過我們的 這些負面的感受 尤其是沮喪 所以 我們要陽光神 要依靠神 讓神來改變 讓神給我們力量去做改變 有新的生活目標 看到新的 這個生命的意義 就可以重新得利 這些力量是從神來的 靠我們自己真的是不能 靠我們自己真的是不能 所以我們要依靠神 求神不斷的來更新我們的心意 來改變我們的思維方式 以致我們不這麼容易 就陷入沮喪的這個狀況 要克服沮喪 一定要糾正一些的態度跟思想 就求神給我們去力量去面對 所以很快的總結一下 功課就是我們要注意事實 而非感覺 不拿自己和別人比較 不當不屬於自己的責任 不誇負面 這樣子的話 就不會這麼容易陷入沮喪 如果整個世界陷入沮喪的話 我們要求神供應 我們基本上 其實需要我們接受神 所給我們的供應 我們要學習 向神來慶祝所有的感受 心中一切的感受 重新的來認識神 讓神來指引我們生命的新方向 我們一起來祷告 天父主啊我們來到你面前的時候 我們承認我們常常有軟弱 很多時候我們在思想上 胜不過一些負面的情緒跟感受 思想 以致我們陷入沮喪 可是主啊我們也從這個話語學習 我們依靠你也靠著你 我們凡事都能做 我們可以勝過這些的沮喪 我們可以在生活當中見證主人的作為 請求你幫助我們的弟兄姐妹 如果有一些人感受 感覺自己耗盡了 感覺自己沮喪的話 感覺你幫助他們看到 他們的需要 也許是身體上的需要 也許是屬靈生命上的需要 讓他們在這個經歷當中 重新的認識你自己 重新的在你裡面得到新的力量 也重新的從你那裡領受新的方向 幫助我們的弟兄姐妹 每一天過就是得勝的生活 因為在你愛裡面 我們不再軟弱 在你的愛裡面 我們是得勝有餘的 主啊我們肯求你 當然是我們每一天都 經歷到 主耶穌復活的大人 每一天都經歷到 在你裡面得勝的生活 以致我們的生命 不斷地可以成為主你的見證 主啊我們這樣子 祷告奉靠水是聖明所祈求的 好結束的時候我們來猜一首詩歌 《主領我今快野路》 一百六十七首 一百六十七首 我們祈祈祢來唱 我們祈祢來唱 祈祢來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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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ant Johnson 握ictinent 聖焚破 祈祢來唱 七首 祈祢來唱 祈祢在祢 lethal 天塞 祢來唱 祢來唱 吉他 聖霸 祢來唱 优优独播放